因为女人太刚刚大劲的 家庭就烂了 就要愁了 说油不是让我们远要无能 让你性情温柔 这叫刚油相继 刚跟油相继 夫夫才能和 夫夫和的 和乐了 和乐生归子 生出什么孝子贤孙 有的是 这是什么呀 一个伯伯的夫妻 一个天堂的夫妻 还有苦海的夫妻 苦海的夫妻什么样 苦海的夫妻呢 勾心斗角 分金讲两 招在什么 招在礼上 讲礼 所以善音说呢 夫妻之间别讲礼 讲礼就气死你 别讲礼 那牙跟舌头丁的喷 夫妻就跟那牙跟舌头一样一样的 总在一起交涉 就别讲礼了 讲礼就得气死你 说勾心斗角的夫妻要生什么呀 孩子 这叫苦海的 要生逆子 这叫新界的夫妻 深界的夫妻会生什么孩子 深界的夫妻会生 败子 自日的享受 吃喝玩乐 为所欲为 花天酒地 胡作非为 生什么子 生败子 这就是四大界的夫妻 讲到这里头 我们自己往自己身 很好的归纳一下 归纳一下 我站在哪一位 站在哪一位 我还站在 智界 还是意界 还是心界 还是身界 是吧 说身界 心界 身心两界 严肃比较多 智界和异界的严肃比较少 所以现在呢 王凤仪说了 望什么 望天堂和国 博民 普度大开 道德 花开放 讲道 论德 教育人 教育言 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注重这一点 给我们 人间 立成一个什么 立成一个 美好 欢乐的天堂 可是呢 这样 能继续下去 一个人 好了 好了一个天地 一个人好了 好了一串 一串好了 好了一大面 这叫什么 一串的道 为什么说 它是一串的道 一个人好了 他周围的亲属都能好 都是无言 这种灵光 特别的大 都能感触到 所以 下边呢 我再讲一讲 再讲一讲 我们 福德女道的 姑娘 媳妇 老太太 姑娘 姑娘是什么 姑娘的身价最重 姑娘是 人类的职员 人类的职员 那就是 人类的发源力 媳妇是什么 媳妇是国民之母 国民之母 多么 这个名称 让大家听一听 这个里面的价值 有多高 王凤怡 给我们 女人提起来 救女人出苦嘛 在东北办了 七百多座 女子义务学校 冯夷先生讲了 孔老夫子 教男人 不教女人 我呢 教女人 救女人出苦 孔老夫子是什么 开天 我是辟弟 开天辟弟 头一早 所以说呢 王凤怡先生 第一个送他 女内人上学 他那一上学三个月 回来就能教学 第一个老师出现 我们看到我们的古人张亚轩 听到善言讲 讲到 他为善言 应该怎么办 善言说了一句话 女人呐 没有文化 不明理 不明德 得让女人有文化 成立女子义务学 张亚轩一跺脚 转身就走着 说一声什么 看我去 这就是智 善言赶紧就跟回来 看你怎么办 他说你不说了吗 办女医学吗 我喝出三年穷 我要办起 一座女子义务学校 张亚轩真做到 清产出世啊 办理医学啊 王善言三次样产呢 跟兄弟之间三次样产呢 他弟弟那样的生活的方式 他从来不愿 王善言一声 这会儿说这么一话 看他弟弟也不回头 他讲这么一声 说四弟啊 你要把你二嫂输了 你二哥都不带红脸的 一句话 打动了他弟弟心 他弟弟给他跪下来 说哥哥 你放心吧 从今以后 我一定要改邪归正 从那以后 他四弟才敢 可是有我们有很多 兄弟之间 互相残杀 自为金钱 互相的残杀 使得我们的老人 不能安心 度过他的晚年 给儿女操心 钱 是万能的吗 钱不是万能 没钱还不行 我二十五岁 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一直把钱 看得太淡了 我说老天生 我就不能饿死我 我要那么些钱 干啥呀 没有用 不想挣钱 刚一开放 我的舅舅在哈尔滨 就让我上哈尔滨 因为我又能做豆腐 又能辣粉 我舅舅 说我给你弄个房 你上这来开豆腐房 几年里就成百万富翁呗 我心想啊 我不是要求求的那个 我求的不是钱 我求的是人生的道 我以后要干什么的 我的目标不准确 我不为钱财 而去奔波 所以我放弃了 我就说钱 大钱的上我家汽车 知道我是干啥的 始终不知道我是干啥的 家里挣钱你都不挣 是吧 我说不是我不挣 我们家人经常跟我说 你说咱俩一天也不挣钱 你说为了啥呢 我说你咋说不挣钱呢 他说你挣的钱在哪呢 我说呀 不可计算 他说我都没看到你 还唬我 你唬别人 别人不知道我 我都没看到钱 我说你不知道 病人哪 多少病人哪 从病苦里爬出去了 没花钱 你知道他那个病得多少钱了之后 不可计算 这价值连成啊 我一说这句话 把我们家的人说的闭口无言 他就不讲了 他就不说了 因为我在讲到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吧 可以说 今天已经二十八年了 都是我们家那人 和后人给我支的 来人他那个头饭呢 最高的时候 一天做过其次 其顿饭 他有时也跟我俩 来脾气 一来累大劲了 他就来脾气了 他正来脾气 要进屋两个人 三个人五个人 他当时他就乐了 他就首先问你吃饭没有啊 没吃饭做饭 他这是第一句话 我当初我也发愿了 我说我一不为名 二不为利 我也不是为了金钱 我也不是为我的家 我自己还不感觉到 我为的是啥呢 因为我自己的生命逃出来了 让多数人都逃出这个树 别让树现这树 所以后来我 我得探讨啊 我是不是应该活的呀 我找了很多人给我看 他看不明白 他说我看不明白你 我见那高明的老人呢 他说这么句话 你挪树了 那是我还不太相信 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们要投入到无限中去 那你的生命就无限 所以我刚开始养病的时候 我不管黑天白天 风天雨天雪天 是吧 什么时间有人找我 我就什么时间去 我那时候都去怎么去 多数是走的 不行 最好是 最好走路是 就是骑个自行车 那是最好的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半夜十二点 从四十五里地往家走 是龙东天气呀 把我家那也走赖了 不走了 放赖了 说我们要想行 人一生知道 必须要苦 必须要有磨练 必须要有考验 我记得学完话了 老何能说那么句话吧 一切是磨练了 看你怎么办 当面你没印透 你还得从头练 我看上一句话 老师父那句话呀 是吧 我就增加了我的信心 我们得看古人的书啊 看古人的书 那你不能把书给看书了 你管看不做 你看书了 善音讲那句话 念书不如念人呐 念人不如念我呀 是吧 把自己要念明白 是吧 把自己念明白了 然后把这种方法 再教给别人 一个一个的去传承 一个一个的去发扬光大 方能达到什么呢 目的地 目的地是什么 正如 现在提提出什么 和谐俩的 对 就得和呀 和谐和谐 言语间都得和谐起来 都得和目 所以我们呢 能够达到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很难啊 是吧 因为一个也一个心嘛 怎么样能核心 统一思想 怎么去统一 五大教的教徒 统一一个目标 那就能和谐起来 不要互相的 你抢我要 你对他错 说都对 当你说不对 那是你对教主的不忠 你因为我们因为我们 互是我们教主的 教主没这样说 教主要我们至于至善 都发生一颗菩提之心 我们先从小弟起 先从你那个家庭里起 我们的家庭里都不行 怎么样 倒在外界能行吗 有人讲过这么一话 你能统帅千举万吗 可是你统帅不了你的七和子啊 这俩人就不听你说呀 你就弄不了他俩 他为什么弄不了他俩呢 原因在哪儿呢 原因在一个女一个子 女子加到一起才能够好 必须用女和子合起来 才能好呢 那就男跟你 必须得合起来 这才能产生一个好的人 那合得好了 好了就留后天好的人根本 帮忙我们学了很多知识 学了很多理论 知识理论都明白 这么一到做的时候 他就 就要变样名 老善人也论述了这个问题 说明一点什么 没有捏住道根 什么叫道根 说我今天我是姑娘 那就是姑娘的根 姑娘这个名谁给起的 老天给起 大家管他叫姑娘 天就给他起个名是姑娘 说你是个媳妇 你媳妇的名就是你的根呢 你不难找你的名分做事 你就伪天命 有没有大家管你叫嘛 大家就是天嘛 你们一做好了 那不伪天命 伪天命天就要惩罚你 你就要有灾有难 所以你在一生气 病来了 病是生气来的 窗是吃火来的 病是气活的 窗是火活的 老善人说的 你要不生气不散火 老乐乐喝喝的 怎么 把病给饿死了 为啥能给他饿死 你不给他饭吃啊 你也不给他水喝呀 时间长了 他不饿死了吗 你越生气 你的病越高兴 他越往其挡 可你越难受 你老来火 火往上装 人为什么要得高血压呢 那不是火上来的吗 火往上行 变为妖 气往下行 变为鬼 你说你被妖和鬼 缠住了 你能好吗 你得想住了 你得抓住这个鬼 是不是你身体就健康了 我讲这么多年到 我只看了一个人 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谁呢 得 哎呀 很远哪 靠到苏联 靠到黑河那边住 他说都说 山一书里说病是黑气 他说我看着了 我说你怎么看着 他说我心一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从平地起了一股黑气 这股黑气 嘶嘶嘶就往我嘴里钻 哎呀他说我一瞅可不好了 这怎么来一股黑气呢 他说我这一喊 就黑气刷下就落下去 要说病从地上起 栽从上边来 照片三也是啊 不说了吗 说我把病鬼抓住了 可这股黑气马下就刷下去 我们呢 你动性的时候 齐心动验什么 那股毒气那股难气 都往你体内进呢 可我们大家要很好地把握住自己吧 今天我这堂课就讲到这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一日灾日尘的 我们今天呢 我所要讲的一个问题 要讲什么呢 根本教育 根本教育呢 就是从根生去 去教育人 从哪个根生呢 就是呢 这叫生理 也叫生理科学 要想生一个好孩子 必须要明白科学 才能生一个好的后一代 那就从根本教育开始 根本教育是什么原因呢 就从哪人 哪是根本教育呢 就是姑娘 因为姑娘嘛 是社会的源头 社会的源头 是人类的支援 那就得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 因为水有源嘛 树有根嘛 人有人的缘啊 人一缘就是姑娘的事 发源地 就得从姑娘做起 姑娘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能生一个好孩子 姑娘应该具备一个年 好性格 好性格 什么样的性格 性天清朗 心地光明 实行宗孝 注重德行 姑娘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 什么叫性天清朗 就是姑娘的性啊 必须性格要好 姑娘要存在一个什么性格 说 姑娘的性 要性格像棉花似的 大家都知道 棉花伟物 棉花是什么呀 是 温暖的 是游和的 是有常性的 为什么说他 是温暖的呢 他不嫌贫带苦 不管什么样人 贫人 妇人 老人 小孩 谁用上这个棉花 谁陪到身上都是温暖的 这叫做姑娘性格要 温暖 游和 棉花呢 拍之如饼 仿之如线 拍这些饼 特别有缘 仿之 仿出的游线 必须要有常性 是吧 棉白如鱼 必须要清 白 不但身要清 心还要清 性还要清 所以叫性天清朗 性天要清了 心地才能光明 心要平衡 心对谁都有一个慈悲之心 实行 那就身体立行 实行宗相 是尽中尽相 注重得相 每次说一句话 每出一件事 都要 看看合不合道 合不合言论大道 有合道的就进 不合道的就退 说姑娘必须要养成这个习惯 这样的 才能是一个性格好的姑娘 说有性格好的姑娘 然后你才能达到先天结婚 先天结婚 什么叫先天结婚呢 就是不争 订婚合理 结婚合理 不争 不争什么 不争财礼 不贪 不贪什么 不贪陪送 重点结婚 不扑张 不浪费 不搞排查 不制造人命 自然的德行就够了 这样的姑娘 结婚以后 才能当好这个媳妇 所以说叫姑娘姓不眠 说话两头蛮 多干活 少花钱 现在这姑娘呢 少干活 多花钱 挣钱还了 说 还得少干活 还得多花钱 花少了 还不高兴 这叫啥呢 制造人命 所以呢 能把姑娘做真的 帮她 做好这个媳妇 是吧 做好的媳妇 这姑娘是未来的媳妇嘛 女生能当好的媳妇呢 是吧 所以这姑娘要当不好 你生说这孩子能行吗 这胎要不好 胎要不好 你不会当媳妇 你这胎要不好 结婚以后 胎要执政不好 媳妇应该啥样性格 是吧 媳妇 媳妇是什么 夫妇是言论之实 是吧 言论之实啊 造化之根 那就是说 夫妻那是造英根的 那你的英根怎么到啊 说得阴阳和 阴阳和就叫天地和 天地和我小点说 就叫男女和 男女是一阴阳啊 是吧 法乎天地啊 是吧 因为男女是天嘛 女女是地嘛 是吧 天地之间产生万物 是吧 产生万物 那夫妻呢 产生的物呢 就是儿女 是吧 子女 说你不会 夫妻这物道 你不会行 那你怎么 陪儿女呀 是吧 说那你 因为你不会陪儿女 说你就产生一点 一种毒素 是吧 我懂得人生的道理 不会行 时常的动性 时常的生气 产生的婴儿人俩身体不健康 用在这一点上 我也做一个切实的证明 婴儿不健康是怎么来的 这是书本上的指示 我从时间中 我又证实一下 证实一下什么呢 女人怀孕 女人怀孕 哎 性格好业 生出这孩子啥样 性格不好的 生出这婴儿啥样 是吧 那就是老善言 讲那个道理 说 你一个人抱着孩子 问善言 说善言呢 你看我这个小孙呢 一个老太太抱着孩子 问善言 说你 你看我这小孙呢 这两天有点拉肚 你看是怎么 善言说你要不要我看呢 罢了 让我一看坏了 这怎么的了 十天之内就得死 他说为什么 他说这是一张假票 他说怎么能来个假的呢 他说因为你们家的轮长道 行颠道了 老太太当然 小媳妇当老婆 他说 那就是 老太太 孙儿喜 这叫轮长颠倒 必然要给你来个假票 现在这样事情 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 都不听说 要不用很多言 问我 哎呀 这孩子 我这孩子怎么 越来越不听说了 善言讲那个道理 回头想 别怨孩子 找着你自己 你为姑娘师父 是怎样的 你姑娘是不是性格好啊 是不是像棉花的 是的 反过来 反过来你是不是 神的叉的 活了拉的 一阵风 一阵雨的 猫一天 狗一天的 找自己 往自己身上 归 善言讲这叫 往小的说 说的越小 越厚重 越厚越有德 说他能得 你子孙呀 那子孙的好坏 那不就在你一个人身上吗 女人的责任太大了 他关系到家庭的好坏 关系到 传体的兴旺 衰败 女人的责任多大 我们的责任太大了 我们的责任 比男人的责任大 是吧 因为你是 可以说是 人根从里面造出来的 你怎么样去造 所以我见到一位女士 连着生三个孩子 都去世了 生的是第一个小孩 男孩 当时就死了 第二个孩子 生下来就张哥 是小女孩 37天 他抱我那儿去了 抱我那儿 现在有我很忙很忙 我是个能别忙 晚上十多点钟了 我说你打开你的孩子 戒子我看看 咱们北方都抱戒子 南方不 是吧 他一口一看 我说孩子张住 这孩子先天来的不能好 他说那不能好 我抱回去 就抱回去 等生第三个 你还是张住 生下的孩子张住 这个死了又生一个 生下第三个 还张住 57天又抱我那天 我说你怎么还生这个孩子 这话问你莫名其妙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性格不改 你今后都不能有孩子 这样的你都不会生了 你的性不变了 就因为你性格不变 所以你生出这孩子 不能成形 不会成就的 他就抱那孩子 跟他撑手做的 不然我一想 那这个得出个办法 我说那么你回去吧 回去我刚刚你把这孩子 你以前的三孩子 你都没让你婆婆伸手吗 这回你把你的孩子 放到你婆婆那里去 让你婆婆 给你哄 你下去 劳动 做婆 你这孩子 还有可能好 他说那要能好 我回去就干活了 因为他从来不干活了 今天那婆婆是五六十岁的 老婆婆伺威 他真回去了 把孩子抱到婆婆 那婆婆很高兴 婆婆说生这么什么 好一个孩子了 没让我生一手啊 今天怎么抱这屋了 他回去说 但是赛爷说要你给我喂奶时候 我还得喂奶 要吃奶了 我得喂 喂奶 让我做活 我为啥这样说 老赛爷有那么句话 活活 做活才能活下去 你不做活不就死了吗 有人现在就是打工的 这个员工啊 有人就把活干死了 古人家那句话 君子流露后来的活 他不流露啊 他把活做死了 把财路堵死了 下次你不用你呢 你不尽心尽力 谁还用你呢 所以他就你呢 不做活 所以说你 把这个孩子 这个神经县就给堵住了 可这样呢 他一直做活 他回去 这就下去做劳动啊 可是孩子三天以后 把肚子削了 他也感觉挺奇怪 这孩子怎么削了呢 是吧 老婆婆也个奇怪 说这孩子肚子怎么削了呢 可是削了三天 他一瞅孩子肚子削了 山河又一改 丙行随难一家 他一瞅 他把孩子回家 回娘家 冷冻酥酒的 把婆婆弄家 他又走了 到娘家待三天 孩子肚子又起来 起来他又抱我那去了 他没回家 他又抱我那去了 抱我那去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孩子 肚子怎么回去没削 他说削了 我说削几天 他说削了三天 我削了三天 你看三天活 他说那么灵吗 我说你看个灵不灵 你看三天活 孩子肚子就消散掉 因为你不鼓气的 那孩子肚子鼓的 想想办法 消香鼓似的 那是你鼓气鼓的 你不失足啊 你就那样 你不干活你还不失足呢 你因为你一坨花 踩着牛红牌子上来呢 他说我嫁到他家我就不同意吗 我就没相同我的账 我说你看你没相同 你别结婚 就这么 这就把后一代给撑了 他那撑了以后干活了 回去 我说你给我回去吧 回家干脆干活吧 孩子还能好 可是回去是孩子好了 他也劳动了 可是这孩子不长了 不忘了长 因为先天不好 怀孕的时候就先天不好 等到六岁时候 还不高 可老病复发了 胀肚子又抱过去了 我说得了 这回你们变了 这个假票子还要走啊 再来就来好的了 可是他把孩子抱回去 不长时间孩子死了 他不敢怀孕了 他害怕了 又停二年以后 他又去找我问我 那我们俩的生孩子 我说太孝傲了 生不生孩子来问我呢 是吧 我说一句可大 我说我也不是那个 我也都有那么句话嘛 老爷就说 我也不是送送爷爷 也不是送送奶奶 你们自己去掌握 你感觉你性格要改了 你就生 你性格要不改 你生的孩子还不行 说他改了改 没有完全改 改了一些 能改了一半多吧 生这个孩子好 不过这孩子生的还有毛 什么毛病 实际上的皮肤 跟正常人皮肤不一样 因为他是阴阴性炎 他特别能分成 特别能变不一样 所以孩子皮肤不好 到现在孩子皮肤也不好 因为炎 他的性格不能彻底的改掉 我们要是想 彻底的变化 得大量活人 我这次还见到这个人 我把他好多说 他痛苦流泪 因为什么 他的孩子特别聪明 脑袋特别聪明 他问我孩子为什么学习下降 就因为有你也起 你一看我孩子也有了 你还敲心脏 为什么叫仗子 仗子是你的仗势 你就依赖他 仗势他 可是你不依赖他 你也不仗势他 你呢 观察对方 不如其他别人 所以你还在学习下降 不但学习下降 那以后的后果不肯设想 就我们每个人都是 这是什么 我讲这个是胎教 怀孕的是什么 胎教 胎教要存什么一个念头 存正念 怀孕的女人 要存一个正念 断断斜死 结隐食 肾起育 说存正念 存一种正确的观念 就像孟母 孔母 姜母 怀孕他们的时候 存的是什么念 我们都学了 是吧 古代圣贤呢 孔孟知道吗 看看 孔子 孔子的母亲 存在什么念 要给老孔子生个圣语 老孔子有德 他要给老孔子生个圣语 为了尊从莫复命 尽孝 去到老孔子 真生个圣语 是吧 孟母 效法孔母 而生个孟子 姜母 效法孔孟 而生个神统 姜西藏 我们要有这种心胸 努力的去 很好就看一看 孟母是怎么做的 孔母是怎么做的 姜 姜母 王宠孟是怎么做的 你就不会生 你也是女人呢 你怎么就不能生出这样的 给天津留这样的眼睛 有很多人为什么留个孽子呢 留个败子呢 这个不用问我 你问你自己 要你存正念 断邪词 断除邪词 断除邪词 王响 结饮食 什么叫结饮食 饮食不可 不可丰盛 最好吃些个清淡的东西 不要吃些荤泽的东西 荤毒气血酒烂性 有引起荤了 新荤之喜 高兴 欢天喜地 然后就大酒大幼 怀孕婴儿 婴儿的头脑荤测 性不轻 所以导致孩子 学习不能伤心 脑袋不清醒 不灵敏 完了就怨孩子 就吵孩子 对孩子 实行压力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慎起居 行走坐卧 你说坐如宗 债如松 卧如宫 行如风 行走坐卧 你都得有向 是吧 你怀孕 你都不能身体 都能偏偏坐的 偏偏坐的 走路 所以我必须要读平坦之路 这就是怀孕结婉 说 颜荤苗 生下来 而出生 顺自颜 君寒淑未生先 出生以后 顺其自颜 都要他自颜的往出生 现在都属速 都跑跑跑跑跑跑 孩子没有准确的生日时辰 不是他要降生的时辰 人工看出来的 能是准确的吗 所以善言写出了 而出生 让他顺自颜 自颜的生 让他自颜的长 不要对他有要素 有拘束 像北方 现在北方也差了 南方 而出生 说是 自颜的要是长 让他自颜的身体往开放长 过去 不是这种情况 把他包起来 活起来 使孩子不能量 自颜的去长 君寒水 冷液 冷液要调和军量 小男孩 最怕液 男孩要液大劲了 就要有肺炎 胃管就要受伤 说女孩 对他量 量大劲的 女孩的 肾情要有病 这尾声是主要的 是吧 尾声也挺主要 尾声之大呢 就是妈妈 她的妈妈 对孩子的尾声要注意 要清洁 不要乌雅孩子 然后 这样你做到了 下一步就是什么呢 就是乳酱 乳酱 就是吃奶的 喂奶的时候 母亲喂孩子奶的时候 叫性动身劳 不挪 动性的时候 就是生气的时候 身体劳热过度的时候 火太高的时候 都不要喂孩子奶 叫心平气和 最为一样 心平气和了 是最好的 小孩出时候 不要喂奶 把孩子放热了 再喂 不过喂奶呢 不要 变数太多 必须要给孩子掌握好 喂奶的次数 这白天 不能超过四十五次 晚间 不能超过三次 这叫喂奶 为什么说喂奶 这奶要清 孩子身体没病 往往在喂奶的时候 有很多小孩 妈妈都给重复病 当你妈妈 生气啊 生怒气的时候 奶里头 有一股因子 叫怒气的毒 孩子要把这种奶吃了 孩子会得慢性的肝炎 慢性的肝炎 因为奶里头有酸了 你一生气 奶里头就酸了 奶一酸 孩子吃进去 这叫毒奶 孩子就得上病了 当妈妈火气太胜的时候 火太胜的时候 入火上升的时候 恨气太大的时候 这血里头就有 有火了 有气了 孩子吃进去 孩子容易得心脏 心肌痒 会得心脏病了 为什么现在 一小孩得心脏病了 生下来就得心脏病了 在这母亲怀孕的时候 就被重了 母亲的恨气大 孩子吃了恨气的 受恨气那个血的影响 孩子心脏有病了 得上先天性的心脏病了 这个我见到很多 我也讲过很多 孩子小时候 还有 还有可能 妈妈把良心翻过来 还可能 我也见到过了 有一个七天二的 姓尹在家了 他的爷爷心坏死了 这点好了 他就把他的家人都弄到我们到场去 用个奖戏 订了个地方去 可是他就有一个孩子 就是什么 小姑娘 是先天性与心肌严 都八岁了 隔天跟我们的场所待到七天吧 回家了 回家了 他们都懂得这个道理的 正月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这些孩子都到祖先堂前 去给祖先磕头 可是这些孩子都去了 他们家银多呀 不去了 八个小孩 跪到祖先堂前一磕头 八个孩子都哭 全哭啊 哭的都没 难解难缓的 哭了多少 哭有一两个小时啊 哭完了 突然得心肌炎的小姑娘就说 说他奶奶 奶奶呀 我的心病好了 我心不难受了 就是异常冲突 这个小孩的心病就好了 那原因在哪儿来呢 在她妈妈那儿来 妈妈在怀孕就会中她 多么严重啊 我们这个妈妈折印有多重啊 004年 04年 04年吧 弗拉尔基有一个 有一个闹毒症的 晚间开车去找着我 我半夜两点去的 我到那儿去 直接我就上医院了 他在医院呢 我到那儿一看 这个人病的很重 检查出来弄毒症 他就瘫痪了 他就不能动乱了 我去了 我到那儿一瞅我 我说你这个小伙子 什么的啦 因为他们对他们 对他们产生一种信心嘛 说非见我不可 死活要见我一面 死也甘心了 这没办法呀 我就把我强硬把我比起来 我不去 我是确定不能好 没办法 我就去了 当天我就说 首先我要给他精神记住 当天我是小伙子 你不要见我吗 他把眼睛就专呗 我说你怎么在啦 哎呀 他说尿毒症啊 这病得上没好啊 我说小伙子 你不是 他说我不是 我说你不是 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呢 我说你吓的 你精神作用 他说我是吓的 我说对 你是吓的 他呼吸你做起来 我说你别做起来 他说你这一句话把我心说一张 我说我有劲了 看 这精神作用多么主要 要不有的那个大夫跟我闹 他说呀 这癌症啊 不都是癌症 还都死了 都死了 这癌症 我说那怎么不是癌症 他说有百分之六 六十是癌症死的 那百分之四是不是 我说怎么呢 他是吓死的 哎呀我一看这个孩子 真是吓死 当时他就精神了 就有力量 邪力师长 我现在就可以出院了 我说你先别出院 你给医院先住两天 住个三天两天 你才出院呢 你就恢复好了 他说那我心里话 我说对 你就站住 后来我就把疼 我就找我 我就问谁是疼母亲 他某些在床头站呢 他说我是 我说你到走啦 来一次 我问你的话 我就问他来 我说你一回忆回忆 你这孩子你在吃奶的时候 你生没生过一场大气 他想了半天 他说我生过一场 我孩子两岁 我跟他爸爸生气 我躺了个三天没动呢 孩子在我身上吃奶 我堆 这个儿气泡 就是那个时间 你给收进去 你的呀 你这三天的起床啊 你这气呀 完全输送到你这血液之中去了 可是呢 孩子吃你的奶 真是血 你把这股毒素灌到孩子体内 孩子管那种上了儿气泡 为啥三十年才八度 因为吧 以前的孩子都十年熟了 在学校 现在走上工作赶位了 工作有不随心的时候 心就不高兴 就着急 就上手就生气 是吧 就把那老根儿勾起来 所以你孩子这样 他问我 那怎么办 我说等你孩子好了 出院再说 出院呢 你和你孩子到晚去 我给你讲解这个生理这个道题 然后我再讲解你儿子 让你儿子帅性 还可能挽救 就这样我就走了 我走了你说 他三天真出院了 出院的真好的 又跟以前一样 可是呢 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夫不让他去 说你别去了 这人不知傻人 咱也不了解他 你说到这个阿经跟你说 你没病他 你继续一下就精神了 看来咱们病还不大 别去了 就这么多他就没去 一个月以后就犯了 犯了就死了 这个妈妈多主要啊 为哪时候很主要 这叫鲁教 然后婴儿教育 婴儿教育是什么呢 赤子之心 鲁木天真 娇笑娇替性命回甘 那你说哪个妈妈不耐孩子 不讲了吗 过去有那么首识吗 慈母手中现有的身上瘾 临行蜜蜜蜂报道三次回 说你能不能抱你母亲 慈母之心 鲁木天真 是吧 娇笑娇替性命归根 说你是地音老师 你能不能跟你儿女做个好的榜样 孩子刚毅智力开的什么 你的一言一动 一击一行 走在孩子的脑海中 大生一个深刻的老爷 这件事老山一讲那个是 父母姓善 儿人也善 父母姓呢 儿人也呢 这个一点没说错 所以说要种豆者豆 种花者花呀 种些菩提树 避开西山花 孙天没种些 求你受什么 都想修手好 都想要儿女成就 可是你没种的好因 怎么能结得好果呢 当母亲家 父亲家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个念头 全是因 孩子以后的生活方式就是多 还问谁 是吧 还问别人 还问 问这个子母猫有吗 这能回答 你是怎么做的 是吧 那我们做一个父母 怎么样给孩子做个好样子 那我们就是一个榜样子 孩子就得找我们去学了 还用别人 然后下边 然后下边就是 那么 先有爹娘后有子孙 后来样子看前面 你先想要儿郎笑 好样原来在你身上 好样还在你身上 谁不想要儿郎笑啊 你笑亲子能笑你吗 你要逆亲子就逆你吗 所以古人讲这么句话 那么老猫振着房几岁 都是一辈儿有一辈儿 咱们现在都明白 这叫遗传呢 遗传的基因呢 何必问别人呢 那我们就要想 好先从根上好 当好这个姑娘 然后还得当好给气 气的性如水吗 说你做一个媳妇来讲 是水 为什么管叫水 北方盈归水吗 那五星来说 父亲站在南方 母亲就在北方 父亲南方你是活 那是五方定位 南方定位 东方家也木木 西方更新金 北方盈归水 中央墓基图 这就是五方定位 家庭也是五行定位啊 父亲在南方 母亲住在北方 北方是盈归水 东方呢 是墓主长子 西方是金 主子孙 子喜 中央是土 土去中央 主 中央无地土吗 那是主位 万物土中生呢 因为这个家庭就有主那眼庭 就有主给留下的根 所以叫主去中央 所以我们做一个水来讲 水是干什么呢 现在世上没有水 不能 人不能生存 万物都不能生存 所以说叫万物生长都得水 那我们这媳妇的 那我们这媳妇的性就像水似的 那我们这媳妇的性就像水似的 多干活不绝对 多干活不绝对 现在小媳妇不干活还是绝对 你说你想 你一起我们想一想 想要来个好孩子 还何有意 古人讲那句话 好妈妈是个好孩子 好母的就脱好皮 那小孩是你给做行 你做个什么行 他就是个什么样 为什么要你姓好呢 姓威勇呢 要有何呢 我们观察中央的 母亲的性格要好 生存的孩子 你看性格好不好 从时间中往去验证 现在神是她的火啦啦的那个 你看看啥呀 那身体不太健康的 因为啥呢 就站在高处啊 什么事情都想要个好 要个高 你说高处就有缘争吗 高是什么 高叫糟糕糟糕 越高越糟啊 为什么要我们修行人低低低 奶奶的呢 低到底就成佛了你 你低到重阴下边去 你就是一尊佛 你能把重阴拖起来了 那就叫你把天都拖起来了 可是人都想低啊 都想高 都想出风头 都想出外面 都在灵力之中啊 怎么能成佛呢 怎么能成佛呢 是啊 在钱财物上 行了 我也够用了 我也不为钱了 不为财了 还要虚名呢 虚名也是个假象啊 有形有相的都是假象 无形无相的 它是真的 那无形无相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性 那是无形无相的 那是真正的一部 修行的真经 所以我讲到这儿 有人说的 既然我们都过时了 对啊 过时了 过时了你还有子女呢 你还要去教育他们呢 去领教他们呢 不过你在领教之中 你还得大变形一个人 他才能配合你 你还是一般仙的老样子 他能配合你 他就不配合你 是吧 领教不如身教 我个话说不如我身体力行 敢话敢耳化极啊 管身越管越远啊 那就说 你把媳妇行如水 戳满家为敌烟 戳满家为敌烟啊 做好了是个喜复活 那老太太也有道啊 老太太就没道吗 说老爷就没道 老爷有老爷的道 老爷到晚年了也有道啊 年轻时候没做好 到老了要悟道了 悟道了呢 老太太性格就像灰是这样 像灰啊 灰里不能让他用火啊 妈妈有很多老太太呢 火年买小灰 是吧 灰里有火 还有死灰不燃啊 是吧 那就是说老太太幸福灰 不是身上灰 心怀全家都好 省事又省灰 中央无几土 虎心照光灰 思想能拉肚 你家正一旁推 保养幸天推 不管了 一切是用不着推呢 不管了 有等老太太的火焰买小灰 牢牢心不死啊 还事事显然 又想长家政 还有想管事 你说这个孝道怎么见 而你都大了 不听吧 他是老的 听他吗 他的脑瓜太旧了 鸟不上形式 那年轻人都说嘛 哎呀你老了 你鸟不上形式了 你别管他 他不行啊 他非管不可 这是啥老太太 卑鄙老太太 大炮老太太 说我家真的儿女都得笑 说这些老太太这回挺好 这三爷讲笑道呢 这回他们都得笑笑我呀 哎呀你也得回当老人了 你不回当老人 你老女的笑也不好见 我怎么说 飞机老太太 大炮老太太 是吧 你到姑娘家 你无恼喊叫 你到一场 你聊了 你把一两口 都这么生气了 你走 到儿女家 你又是这样 你又喊一场 这叫啥呢 到处你狂轰乱炸的 你又放炮 你又扔炸弹 你把炸猫眼 你跑 你想想 这叫磕儿女呀 是吧 磕儿女呀 磕儿女最怕老人磕 他笑不笑 你会管 那是他的问题 是吧 我进到辞道 现在的老人 金钱上辞道都进了 不朝人女要钱了 这也是进辞道 不给人女拉贷 也是进辞道 可是现在都朝人女要什么 要笑的 而你呢 朝老人要辞道 你看看 这都要道 可现在人都要道 有几个真正去尽道 可是要去尽的时候 还朝老人要道呢 我对你好了 告诉你 你得关心我 你看看 你对好呢 是你的意义 如果是你天生天经地义的责任 你应该对老人这样 反过来啊 求得老人爱 这进这么一点 马上就要回来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在修行之中啊 要办一个毛病 支箱力很大 碰上事了就不行 你碰上腻事啊 马上就退下来了 什么原因 自不坚毅不劳啊 真正的道 你得不着啊 是吧 为啥说叫知 有知者必成 王宏仪先生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举一个什么例子 他举一个例子是啥呢 他说有一位啊 您问我 他说我三岁时候 我爹就走了 我现在已经十八岁 十五年 我没见到我爹 我想找我爹 我能不能找 善云说的 看你的志 善云就说 他给他这么一句话 他说那好 他把背后写上 他父亲的娘 写上他的娘 他的娘呢 他会有个儿子找父亲 下面写他父亲的 他就写到背后呢 他就走了 走三年呢 在黑河 萨金城 把他父亲找到 多大的志向 他就把他父亲找到了 这说明一点成 志同道合 有知者必成 可是像我看着善云书 说这句话 有一位啊 是七台河的 一个小手 去道远的去的 连着去找我三次 找我三次干什么 拜师 我说我从来不当师父 我也不收徒弟 我也不拜师父 我就要讲我的人生道题 你有事 你就问 他第三次 他就说 他说我有个妹妹 让我姨给卖了 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这领书记不知道 给送到哪儿去 我说多大的 他说十二次 我说现在多大 他是现在二十四 十二次 他说我能不能找 我就给他讲的这段 我给他讲完了 我说那就看你记了 他说好 我一定能找到 我们不又一定能冲锋 他过了一个多月 他给我来个电话 他说我在四川 把我妹妹找到 天涯海角啊 都不知道方向啊 他把他妹妹找到 那就说我们 这一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我们 学佛这个 我们有没有那决志 决志啊 那当然他要幸福了 像他找他 那三年呢 那多幸福 就找他妹妹这个人啊 一个多月之间呢 路费花没了 但回来的时候到长城 跟王凤凰那个 借一百百块钱回去讲 那你老赛爷一讲那句话 不受苦 你便能相复吗 不遭罪能处贵吗 可是遇到点措施 一都在罚难 我们就退缩了 因为老天不公了 老天是公平 天理是循环的 天要彻验你 你力的志向很大 天要考验你 可你不堪考 经不住考 经不住磨 不磨就成功啊 因为我们也认识 多生多节 可能是一块老生铁了 那绣都多厚了 就得有磨石蹭你啊 那磨石越粗 越粗了蹭的它越快了 那锈掉的它越快了 不磨不成河呀 不磨不发亮呀 是吧 越磨才能越亮 越亮的越磨你才能现出本来的本 要不能现出来吗 可是有人一受磨考的时候就不干了 谁来说呢 周围你的六七天 他们都是来磨练你 他们都是来磨练你 今天呢 我就啊 上午我就讲到这儿 下面呢 还有一个课 有这么一个 一类呀 这个 嗯 做胎 做胎的问题 现在这事情很普遍 做胎的问题 这问题怎么解释 你必须用你的善功德要超度它 不言的话 那不会 这个因果不会了的 善功德三个字 做善 立功做德 德是做的 道是行的 不行没有道 不做没有德 所以说叫道德二字 道德二字怎么怎么理会 你得去做教 你做道了才能叫道德二字呢 道是道过来了 你看道是手字 手字高个走字 是吧 你还得做守好的这个人 然后你还得很好去行 是吧 不行没有道 是吧 还得做 不做没有德 怎么样去做 德字是怎么写的 是达理人 达理人上面十字 下边是你 中间是个四 下边是一心一意的 实实在在的你高心去做德 那你就得啥 达理人啊 那是一一个达理人啊 达理人是两笔 是那叫一个银子 达理人吗 是有男女必须和和 才能做德 另一方面有人问他母亲的 问别人的 别人的你就别问了 是吧 问了你回去你给他解释不开 是吧 我们就把他讲我讲课的光盘你拿回去 因为那点我在威海和广西 是吧 在中医药大学 在北京北大一旦学堂 讲课的光盘 你得着哪个你就给他拿回哪个去 让他老很好的一遍一遍的多多的看一遍 看完了让他往身上对 赶着看让他对 让他对到哪呢 对到他 年轻时代 唯姑娘时代 有没有姑娘到 我讲的也很清楚 是吧 讲到银根嘛 姑娘时代你是怎么做的 你对号 你是不是这样做的 然后要结婚 做媳妇 你在做媳妇那段 你接茶接没接好 是吧 因为喜佛订婚解婚是接茶 站一脚就要接马子 这个马子你接没接那么舒适 是吧 你做没做成一个嘎的 没接好就接个嘎的 说接好了 就女顺利特别好 让她自己去问 问自己 是吧 然后到老年了 又是老太太了 你这老太太活怎么当的 当没当好 这老太太活 是吧 你能不能都满家的 都满家为几年 是吧 你把满家的家务家庭的不是 你能不能都起来 是吧 这个是一个母亲的 在一个生孩子 有一些生孩子 是啊 以后来说脚跟疼 那脚跟疼就是跟孩子来的呗 有一些生孩子不可心了 是啊 没达到自己心愿呢 在一个你在院子里头 生孩子那些什么呢 生气呀 跟下层也生气了 所以你要脚疼啊 这叫脚脚 你不明白道理 你浑脚 你生气 你就是浑脚 哎 在一个 这有一个什么呢 它是脑瘤 脑瘤这个东西呀 我也经历过脑瘤 我昨天也讲这个脑瘤的问题 是吧 脑瘤就是犯上 犯上那很多了 有犯上领导了 长分的了 就跟这些人过不去 是吧 窝到心里一口气 最后有憋到你的头上 因为你犯上了嘛 领导也好 老师也好 你的长分也好 都是你头上的天 因为你亏天了嘛 天就要压你脑袋 所以我们长了脑瘤 让你自己很好回忆 你要回忆 阴时上去了 可能留那后遗症 还要 敢敢要减轻 是吧 有阴有胃病 你就不用问了 我就得一个就跟你解释了 胃病怎么来的 怨气大 欲失经怨人 怨人不怨己 所以为那怨气有毒 存到心里就是病 怨谁了 怨老的 怨长分的 因为位是空调 他属羊 有因怨老人还得鼻炎呢 有很多人得鼻炎哪来的 怨老人怨的 怨领导院的 鼻子属土嘛 属中央无尽土嘛 面部五行 人心又五行 身又五行 性又五行 都有五行如成的 所以呢 这个卫兵啊 就是往外怨怨的 还有一双手的关节 关节疼 关节疼是咋来的 那不挑一毛病挑的吗 老百姓普通语讲一个叫什么 净钻笼 那真是钻钻笼啊 那赵普通在世的时候 赵普通在世的时候讲那么一句话吧 日出东海落西山 愁也是一天 你乐也是一天 你这事儿 你别钻牛肌 就这关节的病啊 净钻牛肌就钻的 净挑也不是挑的 这叫啥呢 这叫风湿病 五毒全存了 把五毒全存到心里了 存到心里 散布四肢 散布四肢就散布到你的关节 各个关节了 那我们就得回忆 看看你都跟哪些人啊 那你就 人多了 是吧 人多了 那就得努力的去改变自己的一生观 意识上自己 这一打都是干病 胆结实的 这个病咋来的 刚才耿修平还讲他那个肝胆管结实的 这肝病是怒啊 怒火上升啊 就怒气伤肝啊 怒气伤肝会引起多少种病 头眉眼花 耳鸣牙疼 嘴斜眼歪 中风不渝 看看 两倍发沉 四肢麻木 胸疼 两肋疼 所以肝胆有病 半身不随 看看一个怒气就能得这么多的病吧 我们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一生之中会生多少气 要不我怎么 有一生往那去了我就说 他说我吃的少 我说你不是吃的少 你已经吃气都吃饱了 已经吃气活的了 给你好东西你吃不下去啊 给你气你马上就接受 所以啊 把气装满了 是吧 气鼓气鼓啊 有时有的厌那 一听着我们讲课的时候 肚子都往气鼓 为啥往气鼓 那气壳里头说 你别搞这里 我也难受 我要出去 你还不让他出去 你还不开那口 你还不厌错 你不厌错 你不开口出去 并打口中出 还得拿口中出啊 要不怎么样你说呢 是吧 自己把自己的过错 讲出去 不自己把自己的经历 要讲出去 你不说吗 说话 说破了没读 说破了没读 你要不说破了 那读台里的话 那要做怪了 有人说眼睛有 眼睛有病不就往外瞅瞅的吗 昨天我也讲这问题的 我说眼睛是啥 眼睛是两片尺啊 镜往外观呢 有可能用关关 关来关去 把眼睛关坏了 关个近视 上一讲那么一个句话 说摘一些近视镜 看 看底不看人 要你把近视镜摘一些 别看远近了 别往远打了 往近打 往本身上打 是吧 找你自己的缺点 看你自己的毛标 那你真要看好了 把你自己清理好了 我说你镜子能摆下去 我见着一位啊 戴二十年镜子 一个人呢 那年他才五十岁 所以这个人就上我那去了 他戴了个镜子 我说你这戴这个镜子 你呀 你这看人不对了吧 他说他也真不对 我说你看谁了 他说我就看我账户 我说你账户咋的 他说我账户 我就瞅他傻乎乎的 我说你既然你还整出病了 你看他傻的吃的肥的大胖 他说是啊 他吃的肥胖肥胖的 我越丑他越生气 对 我说你越生气 你眼睛感觉都得香 他说那咋整啊 我说你不知道 你就这个命了 你为什么天底下空我躺的 两条腿蛤蟆你找不着 两条腿活运不有的事 你怎么就压他了 这不是你的命 你不印命 你人跟命争 所以争了一身罪 哎呀他好多哭啊 哭完了 如果这回我就印了 是吧 我说你饶着你老头好处有没有 他说呀 好处也有 他不管我 我好赖他都不说我 我说就是他最大的好处 可是呢 还跟他跟他呢 都呆了三天 把镜子打进去了 哎呀他说我这眼睛怎么好使了呢 我说这回你不看他不是了 你这回你看到的好处了 找好处是开天堂路嘛 你不是关上地狱门 我说你把天堂的路打开了 地狱门关上了 所以你病不解除了 是吧 这个人就是赵光的 是吧 就离场上他们不太远 姓公 那老太太 记得不得 哎 这是糖尿病高血压 高血压 糖尿病 肾炎 还有那个腿疼的 啊那就是肾上来的 哎 腰腿疼 这个病都咋来的 烦 烦也要上肾啊 什么叫烦 说你可心的人到你跟前啊 他对他错你也心思他对 可是不随你心的人到你跟前呢 他对你也想要他不对你也烦他 这叫烦饮上肾 腰酸腿疼啊 肚腹疼痛啊 心神发泥 胖肿 肾炎 拱儿炎 糖尿病 腰椎也合 腰间满足足 严重了就是鼓鼓头坏死 你看看吧 就这一种性格就导致这么多的病 但一个那啥呢 火 怒火太重了 害了不得把一线都烧坏了 导致呢 糖尿病 打胰岛素 人都因为自己对啊 要能认识自己不对 我说你百病都能消了 这个好病很简单 你要会用很简单 你看不吃药不打人的病很好的 是吧 因为啥呢 这种方法 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 大家有的病 我没有一样没有 我都咋过 可是呢 我明白道理了以后 我把病看淡了 我把刀看中了 人生知道我看中了 我怎么去走 我怎么去做 那就得付出 苦 你得付出啊 你得做呀 你不付出 你不受苦 那你能有福吗 身的没病就是福 你有多少钱也不一定是福 你身体健康 这是真正的福量 是吧 有人把这个 植物前台啊 把身体弄坏了 身体弄坏了 说我在北京那见着一个好大好大一个一个女的了 就这么粗啊 为啥肚子大 那是2004年 是2005年呢 我们在南京回来 他跟北京 他也已经 叫什么 有很多一气功大师 把师给他看 说占位 不能手术 哎呀 那都是大年 那人冬天都不穿年衣啊 穿一个 很短很短 一个短袖是单的 穿一个裤头啊 他说啥呢 烧得了 见着我呢 把我给接到他家 这人才傲呢 怎么这傲呢 要说呢 糟糕糟糕 你越高 你越糟 你低不下来 低不下来 你好不了 是吧 倒就得低住呢 可是呢 他呢 见了我之后呢 哎呀 他说我见你 这么个路 我怎么的 好像有一股月流 哭到我的腹上了 我们对面说的说话 我说 就我观察 你的肚子是个大流 你能手术 哎呀 他说 多少个气功大师啊 都说了 我不能手术 是站位 他因为是个宝胎 我说那不是啊 那是个流子呀 能手术啊 他说能手术 我说能手术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 他特别傲 就往跟长达俩去了 他就瞧不起长达 长达说一句话 他都不样 哎呀 我说你这人看啊 我说你 后来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你要能低下来 你能好 低不下来 你就不能好 他说那好 我这回就低 那我就心里话 明天我去检查去 到那一检查 能手术 回来他就把我 我没有着急 他说呀 我检查多数次都不能手术 这回但我说能手术了 我说是否能手术了 能手术了 我说那是个啥 他说整个肚子里一个大瘤 满了 长满了 看看 他说所以以前没透出来 没照相没照出来 他说我如果跟你说话 好像又有一股月流 术到我腹部 我说你那玩意是个阴 我讲到的是阳 说阳气 你术阴气保证的 能有反应 我进屋了 他就给我磕头 他怕人家别人看着 他不敢 哎呦 我说你别给我磕头 哎呦 他说你不知道 我52岁呀 没给人磕过头 没低过呀 我今天在你这低了 大师我都见了 我都不低呀 我说你高了 糟糕糟糕 我说你糟了 他跟我磕完头起来 他说我谢谢你 我能手术 我说好吧 去做手术 真做手术了 做完了真好 鼻炎矮 我讲鼻子的问题了 鼻子属土 土居中央 这就是怨气的 怨气就怨人 然后呢 怨气一大了 火往上来了 因为你跟你什么怨人怨的 他闭眼火就往上来 他也要到你的鼻子上 是吧 因为我们讲五行 有讲过呀 发音嘛 五发音 五发音是什么呢 就是你发出这五种音 断定你是哪种性格的人 你要发出鼻炎 你是土性炎 你要发出火 一个火 火什么火呢 舌炎 舌炎出火 那你准是火性炎 你要是发出鼻炎 你是个金性炎 你要发出嗓个炎 是个水性炎 要发出齿炎 是个木性炎 所以要不我们讲 有人不明白 说好像他有点通 没通 你把五行消明白了 你也知道 是吧 你也知道 你也能断定 行闪生嘛 人的行 斩的形状 气善 发出的声音 代表你一个人的性格 你这那种性格 你准长那种病 我们就用一种什么方法 我们是用一种病的方法 判断你这个人的心性 是吧 鼻炎 鼻炎就是怨气 也就是那个 怨老爷怨气 可以说脑老爷脑的 脑爷脑的 就是这么来的 武藏的病 首先讲一个什么呢 木 木是什么 木是干 干主木啊 木主东方 木性炎生气的时候什么样 脸气的血清 这就是木性炎 他得生病是什么病 干病 干病会陷出哪些症状 是吧 怒气叫伤肝吗 咱们都懂的 叫怒气伤肝 怒气伤肝 会陷出哪些病情的 头要迷 眼要花 耳要鸣 牙要疼 眼睛就嘴斜眼外 中风不已 这全是怒上来的 怒气上来的 然后看见 两膀发沉 四肢麻木 前胸疼 得鲁腺那个 前胸的病 全生怒气来的 鲁腺生生 鲁腺癌 这个都是怒气上来的 两肋疼痛 四肢无力 肝胆有病 最严重了 达到半生不随 再严重达到肝癌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木性银 得鲁腻 木性银的灾 银木之灾 是吧 银木之灾 银木怕什么磕 木性银怕啥磕 怕畸性银磕 木性银不好说 畸性银好说 他这个不好说 你就怕好说的磕 这叫木 金刻木 立不住 这叫呢 科宁银肋肠之病 得上了 要想这个病好 怎么办 搬回来 找着银木那边 银木是什么 银木是倔强硬顶碰 银路 说话 身体硬创 这就是银木性银 所以他直 他说话也直 创业 银木 银木 你要能反到银木上去 发出什么 银慈之心 悲天理人 大慈大悲 爱银爱物 那就是菩提心 能发出这种心来 拨出银木 反到银木 帮能割银去扬 输掏银器 那就什么 找着对方 跟谁生的路气 还得找准病根 还得印准病源 直到跟谁生的气 要能当面是最好 当面印错是最好 那叫面对现实啊 我在那个 有一个讲课的光碟上 我讲一个实例呀 这个实例是哪的呢 他是海城的 海城黄石镇金家村 有一个女士 姓高叫高娟 她的孩子四岁得肝癌 四岁小孩得肝癌呀 在海城医院 沈阳军大医院检查的 最后的孩子就是 不能自立也不能起床 没有办法 医院里也不留了 回家吧 没有办法了 治不了了 他回去了 我03年就在北京王渊吴老师家 他跟我打起电话 我就问他一句话 你是何人呢 他说我叫高娟 这人我听说这个名不认识这个人 我说你听我讲过道吗 他说我听过 我说你听我讲过道 你知道你这孩子病这么得的吗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生怒气者呀 跟谁生这么大的气 他说那我知道 我说这肝癌呀 十有九死啊 没有怎么办 因为你这孩子现在还太小 你要能呢 找出病根呢 当面要能硬碎的 还有一线之路 多了都没有 我说你这能做到 他说我能做到 我说那能做到 那你就给谁 他说我跟我公爹 我说那你就进县厕去吧 他撂下电话 他就去了 就跟他了 跟他的公公去县厕去了 一进屋就给公公跪下来 暴声大哭 当时公公不理解了 说干什么 你又来跟我打仗来了 可是呢 他就说了 不是啊 说的不是啊 我来跟你老印错的 我跟你打仗的时候 我不明白 现在摄影指点我 我明白了 我向你老印罪 那就能磕头啊 像千里似的 在他公公面前呢 印错了 连出带好的印错了 他连了三次 孩子起床了 孩子能起床了 我在北京待13天 我从王老师那个 王阳吴老师那回来 到家 他听说我回家了 他就上我家去了 准备和我家待俩月 到我家待了八天 他在那边又发泄了凉场 我说你回去吧 你孩子好了 他回去了 回去到这个医院 又做一次检查 右边的腻育 右边腻肝根气 全部排除 左边腻肝还有个影 等过五个月以后 我又要他检查 全部排除 这个人现在这孩子 也挺大的 这孩子就叫11岁了 那年才四岁嘛 今天11岁了就孩子 上学了 上三年级了 然后我到那见到他婆婆的时候 他婆婆跟我这么讲一句话 我们家的媳妇啊 我们又说个媳妇 我说怎么又说个媳妇呢 我还说猛度了 我经常离婚了又说的呢 他说不是 我们这媳妇变了 不是原先那人的 说话呀 出事儿的全变了 对我呀 是他妈都亲了 这就王红瑜先生讲的 讲到一个宗旨 叫什么 大变活人 脱胎换骨 重新作严 那我们每一个人你有病 你真能达到这一点 我说你给我敢保你 保你好 你不带不好的 可是呢 我们这听都近两天的讲课 听两天讲课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透 要没听透 还是我就错了 我没给讲明白 还不愿大家 还是我 我可能 我还没把道给讲明白 我这句话 我说这么一句话 王善人也说这么一句话 说过呢 世上有一个人 没学到 没学好 都是我的错 王红瑜就能担天下的错 可是我在北京啊 在北大 在北大讲课的时候 有一位 延民大学的一位教师 听我讲完课 他除了以后 走到走廊 他就拽着我手 哭 我说你有事啊 你做什么 他说 可喜呀 我见你开玩 我说为什么呢 你叔叔也不大呀 怎么还见我开玩 他说 我要早见到你啊 我不会生一个这样的孩子 他说了这句话 我又回答一句话 我说怨我了 我讲到讲往了 那我们这些人的同修啊 是吧 今天能听到我们在这 跟大家在一起 谈论人生必道德思想 我说你今天你算得到 你真能把这个东西用好 你就是得到孤家之宝 你一生你最大的宝贝 你得到了 回去你要这个愿用好了 你的家庭所合的 你的身体所健康 你办什么事保证顺的 都说 让你万事如意呀 谁不想万事如意呀 谁不想财源往进呢 谁不想身体健康呢 谁不想家庭和乐呢 我们得有一个和乐的心态 都观对方人 不是没有观对方人的好处的 竟看一别是缺点 看了一度的气 现在我教给你一个方法 你就瞅原因都好 原因都是活 将来你就是一尊活活 你看原因都那鬼呀 你一片屁鬼还鬼 真的呀 这后人就不成鬼了吗 丑严不是丑的周身是病 不成鬼了吗 现在明白道理了 赶快回头 是吧 赶快回头 这是肝经的病 我再讲一个 心经的病 有很多人得上心病 是吧 心病怎么来的 恨恨气太大 恨气那个去进入人的心血管 进入血里 有的得白血病 是吧 有的得血癌 有的得再让心理贫血 有的呢 得心脏病 有的得心肌炎 有的得心肌水 有的二心盘狭窄 有三心盘狭窄 有先先性的心脏病 是吧 有的是精神病 是吧 有的是癫痫 是吧 有的那精神分裂 有的忧郁症 全是从心上来的这些病 先从什么去 恨气大 恨人把心伤了 心忙 心慌 心夜 心跳 是吧 夜晚失眠 夜晚去着了 多做怪梦 是吧 精神精变 是吧 精神撤烂 心肌炎 是吧 心肌水 是吧 二心卖狭窄 三心卖狭窄 是吧 这些病怎么来的 恨气 有的 有的听心里说话 有的耳说什么话 因为是一种 外兵 不是外兵 你想错了 是吧 你想错了 这什么呢 这叫心兵 心兵是怎么得来的 这一心胸狭窄 遇事啊 想不开 没不开车 意思 不忘己神归 静怨人 怨恨太厉害 这叫心腹治病 这种病 这种病是一种 在五行之中 是一种危险之病 为啥是这危险 达到你精神撤烂 怎么讲 你也不懂的 你也不听进去 那得怎么办 这得怎么办 往下趁 下趁 一面下趁 一趁三天 稳住思想 好好地回忆 回忆自己 都跟什么样的人 生过恨气 恨过何人 有的人恨你大劲 都吐血了 恨你伤心吗 是吧 恨其他的要吐血吗 要癫狂吗 要癫狂吗 要失语吗 癫狂失语 精神经病 精变 这都是精神上的一种 你要明白道理的 因为我这种病 我没少讲 就说这些病 因为我讲 这年头多呀 我一大都经历的都多 什么样病我都经历过 你说说起来 医院有这些病 医院没有病 我就经历过 撤出那个病 怎么来的 一句话中语 百病有心生 百病有你心生的 心啥 心是个猴啊 这心猴啥管 孙悟空叫猴子呢 孙猴子孙猴子呢 是吧 再不叫孙心猴 孙心仰 我们的心就是个心猴 心猴老头啊 心猴一马拴不住啊 所以你就要生日受苦啊 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 就因为你呀 日常生活中 我们包曲 不知足啊 包曲呀 是吧 善言讲了 是吧 如果非要包曲 赖肝子 白色也包曲赖心子 也要包曲呢 那就得坏身体 赖身 对不对 我们想一想 老善言最后有讲呀 说孔子有 三缸零八乔 他说我也有三缸零八乔 我的三缸是什么 性缸 性缸 深缸 说性缸 性是活 说心缸 心是法 说身缸 神是身 说我讲的性心身 就是佛法身 他叫什么 入世法 说入世了 我们来到世上了 入到世纪上了 我们怎么样去 这叫三界 怎么样跳出这三界 不为三界所管强 那就是你性中不能有脾气 心里不能有我见 不能有私 那他叫佛 性都没脾气 就是佛了 心里头没有私 没有我见 那才真正的正法 身上没有不良的习性 那才能很好的去行使 省到 苦行僧 苦行僧 把一切坏的习性全甩掉 这什么 这就叫佛法身 我们能把这些东西 明白道理 你得明白这点理 不明白这理理 你不会行 你不会做 所以老善言呢 教导我们 是吧 教导我们 要我们摆定出牺牲量 让我们从牺牲去解决问题 有那么句话 说自身有病 自心之 身病还得新药医 你看 身病还得到新药医 才能彻底的根性 就我们用药 所以药治不治病 药治病 不是不治病 药治很多病 风寒 潮湿 等等 行外治病 你不吃药 它也真不能好 所以药难治什么 灵丹妙 要难治心 性格的病 这个病不好治 说就是我们用药 把你病治好了 可是你性格不改 你的病还会犯你 就说我们把这个事 就等我讲 就是你病好了 可是你的心 性不改 然后你还生气 那么还是 忘你装毒 我讲的心病 然后你再讲一个 脾胃的病 脾胃上有病 有很多人脾胃上有病 说胃病 胃炎 胃痒 是吧 然后有胃癌 胃虚 那这病咋来的 不一股怨气来的 不就一事情怨瘾来的吗 一直啥事 希望哥哥 甚至说 你不会长病的 我这次上大连 在大连见到一个 孟庆颖的脏腿 姓牛 人家还没学到 他还没听我讲过 他说我 三十四季前 周身是病 后来我一从 我这么大一个产业 家业 我一身病 我有这些家业 有什么用的 不行 我得扭转方向 你看看 那就一下子已经变过来 扭转方向 怎么扭转方向 他说我得呀 再遇到啥事 我不能怨别人的 我得从我自身上找老为了 他说以后呢 我就从那以后 我一直什么事都 好事坏事 办好办坏 我都说怨我 不怨你们 怨我 他说工业也好 我们家 家里这些人好 我从来没怨过 我就不怨他们了 以前我怨他们 我来提及就跟他们说 最后我翻过来 不怨他们了 都是我一个人没做好 他们他没做好 这次我到那去 身体特别强了 所以他为啥请我到大连 他的妻子姓孟娇孟青也 在杭州中天不山 他妻子 那是零五年 听我讲一次的 经完讲完道 他就给他丈夫打电话 电话里就给他丈夫道过 他丈夫说怎么搞的你啊 你怎么那个精神病了 他说我不是精神病 没有精神病了 我听刘山英讲完课 我感觉我这个人 我这个妻子不合格 我没做好 我要跟你道歉 他说不是你妻子没做好啊 我这丈夫没好啊 你看看 夫妻互相信不是 能不和睦吗 然后回家他才问的妻子 你这次到那个阿甘 收多少学会啊 那这是谁呢 是北京啊 汉德女性休养学堂 一个老总 他办 他跟我打不下十次电话 我就去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我为啥不想去呢 我因为他收费太高 四天啊 听四天课 五千块钱学费 哎呀 帮我下的脑子崩一下 是吧 那我去呢 那没办法 我就得给你讲啊 那他聘请四个老师吗 有我一个吗 是吧 讲完了 这个女的听完了 就给他丈夫打电话 回家他丈夫问他 他说花多少钱 他说花五千 他说五千 你去这一堂课 就你说 给我打的一个电话 值五万 你拿五万我都高个兴兴 就送给他 你去看看 是吧 我们讲到是咱们 一个总是 万两黄金不卖到 你拿了一万两黄金 我不卖给你 可是女要的 我得无钱 我送给你 所以今天我来到咱们深圳 这个大礼 讲堂里头 我把道送给大家 大家回去能尊道奉行 你不用什么回报 你能尊道奉行 和睦你的家庭 我心足了 下面一个是肺子 有人得肺病 肺炎的 还有皮肤有病的 这个病是哪来的 因为肺子跟皮肤 它是相标理 是吧 他们是年代 这个病怎么得的 多阴是脑炎 我不知道大家说脑炎 这句话大家懂不懂 换句话来说 心理嫉妒炎 就会伤肺了 脑炎伤肺 气场咳嗽 吐血肺病 肺炎 肺炎 肺炎和 而你不孝双亲 最伤肺了 那就说你跟老弟生气 最伤你的肺症 多么严重 现在小孩跟老弟生气有多少 一弄感冒了 咳嗽了 为什么感冒了咳嗽 那感冒咳嗽是流行病 是天眼病 你要没有那天眼病 能经历吗 有些呢 在汉 在汉 他本身在 夫妻俩在老爷 跟你讲 亏对不孝道 时常跟老爷生气 他本身没病 他这孩子多病 孩子多病哪来的 有人要问小孩 我给讲解小孩 小孩来的就哪来的 从妈妈爸爸那来的 妈妈爸爸给叔叔 就寄了 那个病毒 他跟老爷过不去 他本身没病 孩子多病是脑炎 脑瘤脑瘫 孩子得肥炎 得肥血核 皮肤有病 这鼻炎 都是从老爷们来的 实际的病很简单 都在我们家庭的 一口瘤上来的 有的人把这病得上了 不知道 可就花钱去 肝炎不好 为什么不好 没治症的 要没对症 对症的就好了 这是背经的病 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我碰到几个小孩 那肾病病呢 肾病咋来的 肾病是烦的 五行之中的叫什么 金木水吗 那水啊 水上来的 水上来的 那就是烦 烦因伤肾哪 烦因要伤肾 腰要疼 腿要疼 有很多腰腿疼的病啊 是吧 腰疼腿疼 肚子疼 精神法尼 胖肿 肾胸 肾炎 骨盖 腹壳病 糖尿病 腰椎和 腰间盘移除 肚腿疼患子 怎么来的 烦 还有一个呢 福克人长什么病呢 是吧 福克长什么病 肛颈癌 子宫癌 阴道癌 怎么来的 我们想一想 自己不造的 那他才能来呢 现在得这种经历很多呀 为什么 自己知道 是吧 自己知道 有一位 我在长村 他说一位 我跟他孔文庙 给文庙讲课 讲完课的 文庙的主因 他就有这想 这帮人都围着问病 老问病该啥呢 他不想孔孔之道呢 没过几天 他来病了 他真来病了 不多一了 他就来病了 来病了 他说我又没吃药 他说我只吃药也不能好 等了 等刘少爷来再说 三四个 有我才去的 我去了 我吵他就不乐 我说王主爷 你怎么不乐 他说别说了 我有病了 我问啥病啊 哎呀 这个病啊 坐着嘎肚子都疼了 我说那你怎么能肚子疼 你烦谁了 烦你丈夫了 没有 我说没烦你丈夫 烦谁了呢 他说那你说 我这病哪儿来的 你怎么整 我说你要没烦你丈夫 你就烦不正经的 哎呀 他说那你要说这个 我可真有 他说我有两个朋友 一个男朋友 一个女朋友 跟我都不错 他俩都弄完了 就堆儿起来 他都有家 你说我 让我知道了 让我感受了 这家把我气 我就把他俩好都骂 骂完了 回家我就找我肚子疼 完了我就来血门了 你说这血门就不走的 看看吧 往往又有复合病的 开炎的那样 他就生气 你就得 你复合就有病了 在一日子 走下坡路了 要得肛颈癌 要得子宫癌 在你把你自己当务 也会得到病 在你反正丈夫 还会得腰脱的 我在上海下飞机 跟王老师 王元吴老师 下飞机上土托山 去讲道歉 讲三天 一个人在上海接我 接我 我说你为什么要接我 他说刘博士 让我接你 我那刘博士让你接你 你总有事 他说我腰脱 我说那腰脱到什么程度 他天天四点到五点 疼得躺不住啊 就得起来走啊 瞎着腰走啊 我说不就这么点病吗 他说就这么点病就不好 这三年了 你只好看着刘博士 那个思考中医了 我就给刘博士打架话 刘博士不给我开药 要么在上海见你 我安慰 我说这病好好 他说好好 这三年的东西好 什么都知道了 中医西医气功大西 你说乌医神汉 我都治了 我说告诉你 你这病咋得的 他说咋得的 我说你跟你邻居得的 他说邻居没有啊 我跟邻居不纏容啊 我们楼是他在那儿 我在那儿 谁也不纏容 王元五老师姐夫人 你最近的邻居 怎么有 王元五又说 你没有媳妇让你啊 那不是最近的邻居吗 你跟他俩搓不去吗 完了他说一句话 哎呀 我们俩都离婚了 我又离婚了 我说那你现在你们俩 都有没有对方的 他说都没有的 我说那得了 特久重圆就好了 你也别犯他了 他也别犯你了 说坎尼不就宣传 还是元方的图居好啊 就这么一说这么几句话 我们就三块匹了吗 走着 第三天回来 还是他提我们 一老远就乐 我就说 王元五 我说王元五 他那也是好了 他说你这么说好 我看你看他乐了 那天他傻脸抽出脸接大了 到文贤就问你真好了 他说这三球我一点你疼啊 我说是不是破旧重圆了 他说那你让我破旧重圆了 我说不是我让你 你个个得出心 你真的出心破旧重圆了 我说你想一想 你们夫妻要离婚 中间有孩子 这孩子怎么办 跟爸爸去没有妈 跟妈妈去没有父爱 你想一想孩子苦不苦 你们能把这孩子生到世上 能生不能养 你给社会留下一个什么 留下一个浪子 浪当子女走向社会 对社会有什么好处 对我们国家都有什么好处 你想一想 我们离婚了 都用自己 只为自己小小点事啊 就是不随心 求着自己欢乐去 你欢乐一时真欢乐吗 你苦恼 你苦恼无边 在五行之中的病 我完全可以解释了 善人讲那句话 愿天堂愿地 与你自己思量化 好了 我就讲到这里 大宝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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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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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